我身材完美 我压根不会来这儿 我为什么要来 累得要死 就是我想把自己再练得薄一点 然后我觉得锻炼的话 应该会比结实要舒服 很运动 节目里我觉得遇到过最大的挑战 就是美枣的打测 真是大挑战 很累 那就是宇童 酒粮 王队这样的队友 三个臭皮匠和一个竹葛亮 老队 就他一个人养我们仨 你自己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我自己担任的是一家三口加一只狗 那只狗的角色就是我 那天我在穿我就跟你讲 我说你看酒粮是妈妈 子依是爸爸 与同是姐 那个孩子 我是那只狗 简单的一家四口 我觉得没有多少尊胖 你只要看着瘦 你130 140都没有问题的 对吧 而且我觉得现在审美 没有原来那么单一了 而且我身边的很多女孩 就包括我自己 我都喜欢有肉肉的女孩 我觉得很软 所以分享如何管理自己生态 结实 那确实嘛 十二说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最满意的是体态吧 但我最不满意的是 就是我还会有点重壮的看着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决定要减肥 是因为我看起来比较壮 我队友的话 其实我蛮喜欢City的身材的 因为我觉得细长 确实是好看的 穿衣服很好看 符合现在 当然那审美 很多事情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健康 因为我那会学舞蹈 就是不能胖 所以就是瘦瘦胖胖 瘦瘦胖胖 说实话我能成功的活过18岁 我也挺诧异的 集体 就是我喜欢不是集体 是两个人 就是陪我睡觉的 就我和宇童这种都很好 但你说比如说住一个别墅 不在一个房间里面住 那我比较喜欢集体 因为有趣 非常好 已经好到让我现在一看到沙滩 就恨得要晕 就是决定出了这个节目 不踏入任何沙滩半步 我看到沙滩 我闭上我的眼 转身就走 闻到海风都不行 打米饭最好吃的 我想喝可乐了 我想把自己的练成薄一点 打米饭最好吃的 什么特别的口味剂 也没什么 就是用 我之前就做过一个用牛奶和巧克力的冰淇淋 然后插到那个红茶里 然后让它 然后就是放到杯里 然后倒上热红茶 让它融化 非常好喝 我是怎么胖的 因为我其实还蛮爱吃的 然后我经常用什么苹果 就辣白菜也不错 真的 苹果就辣白菜 味道还不错 什么桃 梨 就这些甜食 然后就辣食 酸辣的东西 很好吃 我就可爱吃这些 而且折耳根我也觉得是好吃的 我真觉得各位可以试一下 非常好 尤其是那个红茶 无敌了